两个人相爱生活五年,和平遵守 一个人要去奔献,结婚的对象却不是他 但彼此还相爱,一个人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空间里 煎熬着苦等着对方的电话 也不见面,可能也没法见面 只能通过电话这样的一个机器来倾注内心和回忆过往 电话的两端都在掩饰着内心的扭曲 把五年的碎片和情感融作在了这个只有一个场景的时间和空间里 电话一结束,一个看起来极其平静的夜晚过后 天亮了,一切就貌似温暖的结束了 诶,等等,这是什么剧情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段,欢迎收看测看 前两天看了一部改编法国大神 一个斜杠大师让克多的独幕剧 人类之声的沈阳版的改编 这个改编的版本 人生 让克多这个人呢 他集剧作家、诗人、艺术家、导演于一身 所以为什么我说他是斜杠大师呢 斜杠老祖呢 就在这儿 沈阳这个版本啊 1905 1905的这个版本 一出品呢就出品了300 一个是女生版 一个是男生版 再有一个就是男女伙伙伐 国庆假期呢我看了其中的200 一个女生版男生版 男女伙伐呢 估计得等到12月份才能看到 让科多这个人特别牛 牛有几个点啊 第一这人刚才说的 这么的鞋杠的身份 他特别能干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人的艺术性 艺术的思维性敏捷性和表达性特别强 影响了一代人 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能够让毕加索 给他设计舞台布景和服装 再有呢 就是法国嘎纳电影节 给他设置了一个科多大厅 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这处剧也是他的代表剧 是一出这个独角戏 也是独目戏 一个人一个场景来完成 这处剧呢 诞生于1930年 剧本呢 写完 是29年写完的 最近已经快一个世纪 九多年了 背景呢 是据说是科多当时的一个女演员 成千跟他唠叨着自己 跟情人之间的那点事 从而激发了科多的这种灵感 就造就了这么一出 当时具有轰动性的 咸风性的这么一出剧 剧情剧 这出剧呢 自从半生以来呢 一直被各个时代的女演员来挑战 就是因为它是独角戏 就是因为它是出自大神科科多之手 在多重光环之下 它这出剧呢 被改编 移植为这个很多艺术形式 比如说歌剧 比如说电影 同而充分说明了一个事 就是科多这件事实在是太牛逼了 那么一个人的作品啊 就是不断的被后人致敬 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致敬 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就是这个人 这个个人的感染力太强大了 要么就是后人已经无法企及 已经到了无法企及的程度了 所以呢 在今天这个时空五境下 我的老朋友许比利 联合青年导演邵思凡 能够再次冲击这出剧 我觉得用一种气非常可嘉 我想他们呢 除了这种跨文化和艺术的致敬礼拜 也一定抽取了当下 中国人的现实样本 来实现这一般的 人生文化语境遗址的艺术表现 也就是在中国当代的这种 高度压缩的多元文化和情感快餐生活中 抛出了一个中国青年一代 对待爱情的深度提问 并且呢 试图采用一种孤独和恐惧的心态 进行的解构性的观念表达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我看剧的时候 我后面坐了一对母女 这大姐跟她女儿就问她女儿 你们年轻人现在都是这么恋爱的吗 我特别期盼她女儿是怎么回答的 但是呢 她女儿没有回答 没出声 沉默 我就猜她一定在这个剧中 在寻找和思考自己的情感角色 或者说她依旧在茫然当中 矛盾当中和不知所措当中 男生晚三夕后 我听一个女观众在说 这个太真实了 真实的自己就好像 一路在跟男演员对话一样 真实的自己一直在颤抖 在流泪 如果说剧情很简单 其实 就是一个演员 一个场景 一条情感线 并且通过改编之后 通过这个手机 闯入狗 人物时空对话 失眠 几次窗帘的开合 等等 把这些要素和手段 进行了一场 独角戏式的情感肚白 女版的呢 就是从女主角的这个视角 来去呈现这种 爱情的情绪 男版就是反过来 从男人的角度 来呈现这种情绪的起伏 但这两版的相互之间呢 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的关联性 但在男女两个性别呢 去分别演 以一个相同的内容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男演员和女演员 他的处理方式 肯定是各有不同的 1905这一版的身份设置呢 女主呢 是一个自由作家 男主呢 是一个创作型歌手 其实这两个身份 在一定程度上啊 都是一种非体制的 向往自由的一种符号 象征 象征意义特别大 各自都是情感极为丰富的 这种输出型角色 同时都极为敏感和脆弱 都在试图的极力保护自己那种 丰富的感性的平衡的自尊 所以就有了痛苦害怕和无用的这种掩饰 就有了 非要借用一部机器 也就是手机 来说出所有的不想不舍和不想面对的这种爱情观 就连视频都不敢面对 因为剧中这个双方要通视频 这个主角啊就是不敢 怎么都不敢写这个视频 或者不敢去面对 其实就是不想面对 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此时此刻的这么一种样子 或心里的那种掩饰 实际对于沉浸在这个爱河之中的人 总是如流水一般 可以是潺潺的缓流 也可以是奔腾的大江大河 在这部剧中呢 无论是五年的时间背景 无论是台词透露的分手后的那种失眠的几页 还是我们看到的通电话结束的这一页 都在试图表达着时间在爱情当中的有用或者不用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都在隐喻着社会这个机器的运转 对于浪漫的爱情的现实的反噬 就像科科托自己说的那样啊 在时间里我们可以看见自己 我们可以失去理智 忘记诺言 冒险尝试不可能的事情 通过拥抱和纠缠而劝说心爱的人 但是碰到这一机器一结束就结束了 所以有什么想不开的 就去看看发剧 看看电影 看看展览 去开拓一下自己的第二条感情线 疗愈一下自我之后呢 再次重新面对 在自我与自我 自我与世界之间 重新建立起沟通 就像剧中花瓶里有两只花 一直死的一直活的 最后那只死的花就会被剔除掉一样 最后就天就会亮了 阳光会再次照射到你的脸上 1962年科科多在第一届世界戏剧日上说 世界上的许多分歧源于语言障碍引起的心理歌 然而这些不和谐的障碍正是拥有庞大又严密机制的戏剧所去克服的 这首剧给观众流出了大量的想象的留白 也给观众设置了 比如像丑狗 花瓶 超现实的时空对话 窗帘等等的这些心理符号 当演员面对窗外去迎接崭新的一天后 全剧落幕了 在落幕时灯光暗下的那一刻 在那个面对着朝阳 那个身影的背后 坐着的是我们的这些观众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段爱情吗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我们每个人连接着的或是断裂的情感节点吗 我相信一定还有什么 也许是一个我们需要换回来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 这首剧能够在此时此刻上演 让凌乱的我们能有一个彼此关照的可能 从而超越现实 超越时代 超越我们的经验 超越我们的价值观 去重新建立自己与自己 自己与他人 自己与世界之间的沟通 看见爱情 看见一个完整的世界 好了 这期测看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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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